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阿赖耶诗的可怕就是你平常不知道它存在 你平常就是第六意识的思想去攀缘六成 什么事都没有 坏就坏在 第八识它只有在两个时候出现 去后来先做主公 它只在临终的时候出现 投胎的时候出现 投胎以后你就觉得它消失了 很多人忽略了阿赖耶诗的可怕 就是它主导你的业力 说这个人念佛念得好好的 临命中怎么起颠倒了 废话 阿赖耶诗出来了吗 阿赖耶诗是不跟你客气的 它会献出很多中阴声来引导你 它不会跟你开玩笑的 它如果要把你引到三恶道去 它不会献三恶道的相撞 它不会那么傻 它会献出你喜欢的境界 让你自己投进去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投胎都是自己找的 爱去 哦 这个东西很不错 投下去 结果是三恶道 这个就是阿赖耶诗可怕的地方 所以 这个时候 临终的正念就很复杂了 因为你不是面对第六意识的妄想而已 你这时候叫做内忧外患 你能有第六意识 一天到晚打妄想 外有第八识的生死业力 净节法师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